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胞膜形成一个有效控制物质进出的屏障 细胞膜可选择性地让某些物质进出细胞 例如水 水是细胞中含量最多的化合物 细胞必须维持适当的含水量 以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 那么我们要如何知道细胞膜有这个功能呢? 活动目的 藉由观察水分子的渗透方向 了解蔗糖是否可以通过植物叶片细胞的细胞膜 检测原理与技术 水分子扩散通过细胞膜的作用称为渗透 虽然这个现象即使在显微镜下也无法观察到 但可透过间接方式得知 例如 植物细胞浸泡在某溶液中出现细胞膜与细胞壁分离 也就是直离现象 这表示细胞中的水分子大量渗透到细胞外 细胞质体积缩小 导致紧贴细胞壁的细胞膜与细胞壁分离 在细胞发生直离时滴入蒸溶水 水分子再度进入细胞 细胞膜又紧贴细胞壁 直离现象消失 借由观察植物细胞的直离现象 可间接证实水分子的渗透方向 水的渗透方向由膜两侧水分子所占的比例或浓度决定 例如当细胞外水溶液浓度较高时 溶液中的水浓度就会低于细胞内 于是细胞内的水分子渗透到细胞外发生直离 一般植物细胞中水所占的比例大约与0.2M水溶液类似 但细胞有个别差异 例如将植物细胞置于1.0M水溶液中 大多数细胞虽发生直离现象 却可能仍有少数维持原样 此外如果溶液中的溶质也可以自由通过细胞膜 那么还会发生直离现象吗 活动器材 活动步骤 1. 以镊子取下水运草或水王孙叶片 并在再剥片上用刀片切出长约一公分大小的标本 也可撕下紫辈万年青叶片的下表皮 并在再剥片上用刀片切出长约一公分大小的标本 2. 于在剥片上滴加0.2M蔗糖溶液 将标本浸泡其中 盖上盖剥片 再用吸水纸吸走溢出盖剥片的液体 静置10分钟 3. 将剥片标本置于显微镜下观察 移动剥片标本选取五个样区 分别计算视野范围内发生直离现象的细胞 占视野范围细胞数量的比例 注意 放大倍率太小细胞数目过多较不易计算 但倍率太高细胞数目过少误差又会太大 因此要选取适当放大倍率计算细胞数 细胞若位于视野边缘而不完整 可定义左边不完整者都不要计算 而右边不完整者都要计算 将结果记录在探讨活动记录簿中 再求其平均值 并描绘水运草叶片大部分细胞所呈现的形状及内部构造 4. 将剥片标本的钙剥片一侧滴加蒸馏水 另一侧以吸水纸吸走钙剥片内的液体 静置10分钟 5. 将剥片标本置于显微镜下观察 于探讨活动记录簿中 绘图记录水运草叶片大部分细胞所呈现的形状与内部构造的变化 6. 将0.2M蔗糖溶液改为1.0M蔗糖溶液 重复步骤1至5 注意 若以紫背万年青叶片下表皮作为材料 则需留意细胞内紫色范围的变化 将两种水溶液中叶片细胞发生直离现象的比例绘制成统计图 问题与讨论 1. 指出本实验的实验组 控制变音 操作变音 及应变变音为何 答 2. 比较你的活动结果与其他同学有何不同 若有不同造成这些差异的可能原因为何 答 取样大小的误差 试剂 代测样本的量不见得每组都相同 各组观察的时间长度未必相同等原因 3. 比较水蕴草或水王孙叶片细胞 或紫背万年青下表皮细胞 在不同浓度蔗糖溶液中的形态变化 并推论这种形态变化和蔗糖浓度之间的关系 答 1. 滴加蒸溜水的锅片 水蕴草叶片 紫背万年青下表皮细胞值部分胀大而紧贴细胞壁 细胞内水溶液的比例低于细胞外 水会由细胞外往细胞内流入 由于水蕴草叶片 紫背万年青下表皮细胞的细胞壁 对水与蔗糖有选择性而可自由通透 但细胞膜则选择性对水通透 因此造成水蕴草叶片 紫背万年青下表皮细胞值部分胀大而紧贴细胞壁 2. 滴加0.2M蔗糖溶液的波片 水蕴草叶片 紫背万年青下表皮细胞值部分不变 因为细胞内外的水分比例相似 故水分进出细胞膜的移动呈现相同速率 3. 滴加1.0M蔗糖溶液的波片 水蕴草叶片紫背万年青下表皮细胞值部分 逐温炙叶片水分立间 逐渐皺缩而与细胞也可以分離 转换接受种失神隙 vector1.0M蔻 fifty-atge- thirty glass 这是由于细胞外溶液的测度较高 水的比例较低 是的 故水会由细胞内往细胞外流出 因此造成水蕴草叶片 此被万年青下表皮细胞值部分皺缩 而与细胞位分离 4. 步骤4的植物细胞在蒸馏水的环境中 为何细胞不会胀破 达 植物细胞有细胞壁 可以阻止细胞过度膨胀 限制水分子继续渗透进入细胞 五 若想进一步推论动物细胞 如挖的红血球中 水所占的比例 应如何设计活动 达 将红血球置于不同浓度的蔗糖或食盐水中 观察红血球的形态变化 学生可以有多种设计 延伸观察 一 本活动为何选择水运草或水王孙 与紫辈万年轻的叶片当材料 二 想一想 本活动的数据处理 适合用连线图还是柱状图呢 三 想一想 要如何应用本活动的原理 推测细胞的平均溶殖浓度 或许或看见 资料 状 或许或核 适合 或许或资料 柱状